问一个很傻的问题 好像大家说到澳洲 基本上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是考拉 虽然说考拉并不是澳洲的国宝 下次我去动物园啊 水族馆 博物馆 给大家讲讲澳洲各类极具特色的澳洲动物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 但是的确是澳洲比较有特色的动物 考拉 就比较憨厚 然后非常受大家的喜欢 小插一句 澳洲各州的法律是不一样的 然后昆士兰州是可以包考拉的 像例如坎斯阿布里斯班的动物园 除此之外的其他的州最多只能摸一摸 然后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群另类的考拉 街头上演 落在街头上演 过去看 原来是考拉,为什么我这么丑,人家这么帅呢,不开心 其实,其实我也是蛮可爱的 大家如果有时间,在11月30号之前都可以来皇家植物园这边寻找考拉 给大家科普一下小知识点 这里共有24座来自于澳大利亚艺术家的手绘的考拉雕塑作品 叫做《你好考拉》 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是在麦考瑞港 距离悉尼差不多500公里的一个城市的考拉医院里面 麦考瑞的考拉医院是目前全球第一家专门从事考拉照顾和保护的医院 每年都会有200到250头的考拉被送进这家医院 每次带客人经过的时候,我都会带他们进去看看 里面的康复中心有很多志愿者在帮助那些救助回来的考拉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些考拉真的是缺腿或者是缺手 有的甚至被烧伤的很严重 各种情况都有 而那些志愿者真的是非常nice 自从英国殖民者进入澳洲以后的话 有过大量捕杀考拉的时期 现在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火灾 我记得几年前阑珊大火 后来我问考拉保育院的工作人员 他们说那次火灾差不多死了400多头的考拉吧 他们的蠢萌导致了就一直要等到火烧到跟前的时候才反应过来 基本上就逃不出来了 所以有吸烟的观众如果在澳洲国家公园游玩的时候 请不要乱人烟头 如果有对考拉医院志愿者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给我们私信 这个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注意 目前不断减少的考拉数量 希望不要再重复以前澳洲带狼的悲剧